為我們說幾句話 徐先生請 我們的製片長是很好的一個導演 他請告我 不要搶太長 我本來以為我們要放一個十週年的時候的一個影片 但是在這個場合 我想起很多老朋友 在這個很多老朋友在場 而且非常健康 但是呢 有一些老朋友 他們是麻省理工學院 和MIT的教授 跟我一起奮鬥 創立了這個時代基金會 跟MIT的合作 比如說 Lester Thoreau 還有我們的 第二任的董事長 陳和東 這些老朋友 他們都在另外一個世界看到我們 還有MIT的這個以前的校長 Charles Vest 也有這個MIT Laboratory Computer Science 後來變成C-Cell Director 叫Marco de Tosos 這些好朋友 我當然懷念他們 沒有他們 我們也很難做出來 這麼一個很好的一個基金會 很好的跟MIT的合作 那時代基金會的成立 是30年前 我們在場有很多捐助人在一起 那這個覺得台灣有很多的這個活力 民間的企業非常的這個旺盛 那在這個活力跟這個蓬勃發展的這個情勢之下 那大家又覺得我們跟一個國外的一個名校 在這裡我們也有很多國外的朋友在這裡 就是Massassu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如果有一個合作的話 但那個時候有很重要的一個思考 因為早期台灣的發展 都是我們的這個經濟發展的推手 到國外把國外的學人請回台灣 那那時候我有一個很重要的感觸 就是把他們請回台灣 他不是離開了這個原來在美國的這個重要的這個實驗室啊 或者重要的這個學校做研究 離開以後就脫節了 或者是離開多幾年以後更脫節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到一個很重要的concept 觀念 就跟這個這個 這個 Esser Thoreau就談 談什麼呢 就是做一個institution to institution的arrangement 那沒有想到我們這麼一談 成立了這個時代基金跟MIT的合作模樣 不是以後 30年以後 我們跟MIT的合作還是非常的密切 比如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也想到新的項目 我在這裡不多講 那重要的項目 比如說 關於這個energy policy的research 我們正在跟MIT的這個energy initiative 他們的director叫Bob Strong 他以前的前任做過美國能源部的部長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30年來 我也希望我們的這個董事會 新的董事們 包括老的董事 我在內 大家能夠繼續的推動跟MIT的長期的合作 那這個合作的這個成果 我希望台灣的產業都能夠接手 那麼當然我免不了 一定要感謝這30年來的所有的捐助人 還有歷屆的董事 董監事和產官學界的重要夥伴 每一位在不同的時間參加了這個時代基金會 也貢獻了我們時代基金會 跟這個麻省科學員的合作 但是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項目 比如說鼓勵年輕人創業 那時候為什麼英文取了這個APP 中文叫時代 因為這牵涉到文字的翻譯的問題 時代如果用字面的翻譯叫time 就變成time foundation 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就找了很多朋友 大家盡洪荒之力 找了這個字叫apple 所以我覺得apple這個字很好 大家也都同意 所以apple foundation已經有30多年了 我們最早有logo 後來休斯芬認為不登大雅之堂 我們還拿掉就是 五隻野鴨飛向胃了 那當然這個 休斯芬是非常好的一個執行長 我很尊重他的意見 但是有一次到時代經營還是看到那個logo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在這裡同居一堂 一起飛向未來 Flying into the future 所以在這裡我們想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時代推動的節目 鼓勵年輕人創業 你們剛才也看到我們開始的這個 鼓勵這個entrepreneurship and start-up 這個對現在這個世界來說 其實30年前我們認為很重要 現在我認為更重要 現在這個new normal 就是疫情的演變之下 所有的事情都在改變 而且改變得非常徹底 很多人心裡都沒有準備好 所以在這裡 我們時代我也希望我們的董事們 還有新任的董事長們 帶領我們董事會 邁向未來 創造更多的價值 而且引進新的科技 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 要開發新的這個營運模式 new business model development plus new technology 在這裡呢 我希望我們時代經營會長長久久的發展下去 到這裡我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 如果今天我把感謝的人多多講完的話 你們也吃不到飯了 所以我現在就說 所有對時代基金有貢獻的 都非常感謝 包括時代經的董事們 歷任的董事長們 也包括了MIT好多好多的教授 我們現在的合作也越來越密切了 可以在這裡 我們隨時可以分享大家 新的這個合作計劃的成果 比如說我們怎麼去進入這個 新能源的這個研究 跟開發新的這個營運模式 那我這裡就很簡單的講到這裡 今天非常感謝時代的同仁 歷屆的同仁 他們能夠全心全力幫時代基金發展 我也感謝所有時代基金的捐助人 我也感謝所有時代基金的朋友們 認同這個平台 那最近MIT有幾個教授常常跟我談 他現在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是 開發平台 不同的平台 在裡面大家一起來創造新的價值 所以我在這裡 不想耽誤各位用餐的時間 或者其他的演講人的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徐先生的訪問 你們的情緒 謝謝